對喔 陳明通的事情大家不用擔心啦 就是應該很快會下台 柯文哲講就是你要去檢討那個陳明通 他的論文可能有九胞胎喔 現在青黨的那個游志斌已經講了 有九份是差不多的 因為陳明通也是我指導教授 很多人在說一百七十百問 我也是其中一個喔 我是台大國發所的 那我是台大法律系畢業之後 我是考一般生 我不是在職專班 那所以我那時候找陳明通 當然一方面就是陳明通那時候 據我了解 因為我們國發所裡面還有藍綠的指導教授 然後會覺得說 他跟長期跟綠營的關係比較好 但是我寫論文的過程中 我是自己閉關喔 自己在那邊真的寫了半年 那你現在問我 我是自認為自己沒有抄襲啦 就是吃真的字自己寫的 通通他一年指導一百七十三個嗎 是不是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收了太多之後 一百七十三個 對對就說 那不然你們就大家去參考這些 看怎麼寫 那大家參考參考就參考的 都很類似 就可能就被拿出來檢驗 那我覺得 就是說這樣的過程中 當然台大他也會有一些處理 然後 對民進黨來講 這個當然就是一個不定時炸彈 因為我們黨內變成很多人 因此都念了國發所 而且 在這過程中 可能大家都有類似的問題的話 那當然對我們來講 會有一個蠻大的影響 針對陳民動的事情 我相信因為這個 因為內閣的改組 也大家都知道 年後就會改組了 所以其實 雖然現在是非常的煎熬 對吳雲農啊 或是對我們這個選舉 可能都會有一些影響 因為大家會覺得 你是不是還不改 或是什麼 但其實我們已經要 內閣改組了 那可能因為這個牽動 到整個 那個團隊 牽一把動全身 那國安局長又是一個可能 情報各方面 蠻重要的位置 所以目前我覺得 可能就是礙於整個 內閣團隊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遲早的事 因為 畢竟黨內大家也都有 這樣的共識嘛 所以 大家不用擔心啦 就是應該很快會下台